歡迎收看電玩宅蘇沛 被視為惡魔城的精神 續作寫作之城的暗夜儀式 終於正式上架囉 自從麥蒂9號的銷售不如預期 以及今年預計上架的商務之安 感覺起來像是兇多吉少 這款的表現可以說是相當的不錯 讓我們趕快一起來瞧瞧吧 由武士蘭孝司所領軍透過群眾募資 而研發的寫作之城暗夜儀式 被玩家們視為擁有惡魔城系列 正統寫賣的作品 畢竟也真的很久沒有看到相關作品 而且任天堂的銀河戰士續作 在年初也傳出砍掉重練的消息 因此寫作之城暗夜儀式 可說是銀河戰士惡魔城玩家們 引頸期盼的作品 在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情況下 幸好遊戲的表現受到大家的肯定 眾多的武器選擇與優秀的關卡設計 讓玩家們有了當初惡魔城的感動 甚至有外媒認為 是款不輸給越下越想取的頂尖作品 看來不用猶豫囉 趕快去沖一波吧